根据央视记者李武军介绍,2018-2019赛季,那中国平朝联赛,将于10月10日拉开维舞,在球迷们期盼天赛季到来的同时,中国体育迎来一大喜讯,白振东获中拥有了新工作,他穿上涉气军装讲话,将担任重要职务, 白振东在自己的微博中宣布自己有了一个新工作,很开心很荣幸成为第七届世界军员运动会志愿者形象大使,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去关注军运会,服务军运会,为我们中国军人加油鼓劲,呐喊注意,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的风采,恭喜凡振东,这不仅是军运会的一大喜讯,同时也是中国体育界的一大喜讯,配图中,白振东 身穿帅气军装,手拿奖杯和荣誉证书,像是人展示出中国既帅气又威武的军人形象,也能展示出中国体育的积极向上一面,让白振东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真是在合适不过了,而根据网友们发来的图片来看,像胖穿上帅气军装讲话,的时候还真是有模有样, 不愧是年轻球员心目中的东哥,在贾加达亚运会上,凡振东包揽了男团和男单赛事的金牌,在马龙、张继科、许心之心老大哥休战情况下,他圆满篮成了自己的任务,成为国平当人不让的新核心,也为两年后的东京奥运会提前做好准备, 而在亚运会后,小胖因为伤病原因,退出了地球最难赛事,全景赛的争夺,当球迷们为他的健康感到担忧时,小胖及时的,身着帅气军装霸气亮相,实际上就是在为关心和支持他的球迷传达出自己已经满血归来的激励信号,新赛季期待他的王者归来